我输入的问题是 AI对新闻业产生什么影响 他就告诉我了起点答案 而且最后还有一个伦理的反思 他说他提供了各种的便利 可是也带来一些挑战 论坛开唱白 竟然是TradeGPT撰写的文告 当问题一出 就能给出确切且清楚的回应 这样的智慧与便利性 已经被应用在各领域产业上 然而当新闻产业 开始与AI合作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与影响 中家宽评与国立台湾大学 新闻研究所 吸手举办与AI同行论坛 透过专家学者的论述 开启新闻传播 与科技发展的分析与思考 台大新闻所与中家 数位公司 还有台大的台湾社会任性中心 一起合办了与AI同行的这场论坛 那我们想要探讨的就是 其实现在人工智慧 对生活的影响层面非常的大 那它对于新闻产业跟新闻教育 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其实在教育第一线发现 其实它会影响到 不管是我们的教育方法 教学实践 那它当然更深刻地会影响到 新闻产业 它的新闻的制播 甚至于现在很多AI主播 都已经陆续地出现了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地可以邀请到 业界非常重量级的主管 和我们很多学术界的先行 一起来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科技业者透过技术 将生动的虚拟主播 代言人呈现在大众面前 透过人设创造共情 可以应用在各领域产业上 仿佛可以替代真人 但其背后的规范与伦理 是科技时代进步下 大众必须重视的课题 当然AI涉及到 很多方面在新闻业的运用 比如说从新闻的采集到新闻的制作 到新闻的传播 可以说每个方面都产生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新闻教育上 当然可以从一个整个产制的流程 来去让学生理解AI的科技 可以怎么跟新闻业座最佳的结合 可是就像我所强调的 就是对于一个懂得技术的 新闻工作者来讲那是不够的 我们还希望它是一个懂得 把AI变成负责任的AI 可信赖的AI这样的一种新闻工作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灌输 在新闻教育过程当中 新闻的这些学习者 怎么懂得在AI的伦理的这种目标下 来善用这样的科技 那这个在我们的教育的层面上 都可以广为去推动 回到教育现场 面对多变的产业面貌 传统新闻传播教育 如何应应新科技的应用与冲击 也可以从产业受AI影响 记者的工作范围与形态 以及后续规范 来预测新闻教育的未来走向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